感恩光世音菩萨,感恩卢台长,卢台长新年好,我是1986年出生的,属虎,我今天想问一下我的这个身体,还有问一下这个身体有没有灵性,要多少张小房子。 小弟,你是个好孩子,但是呢,你呢,怀才不遇,因为你的上辈子这段时间呢,就是说你没有做很多的好事,我讲给你听,你上辈子是个女的,而且长得很好看,你就是因为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,听得懂吗? 小弟,你自己要挣作精神,每天要给自己增加氧气,每天要给自己增加氧气,每天要 一天要念大悲咒,大悲咒至少一天你要念二十一遍,否则你的阳气不足,明白了吗? 明白了。 而且,你现在心中还有恨,你要把这个恨要忘掉。 谢谢。 来长告诉你,你不要去恨别人,因为这是你的命当中有的。 我已经可以告诉你了,就是感情问题,所以你恨别人就会伤自己。 赶快要解脱出来,好好地做你的事业,否则的话你的事业也会不顺。 谢谢,谢谢台长。 你要念,天天念准提神咒,一天念四十九遍,很短的,准提神咒是心想事成的经,好吗? 好的,台长我先想问一下这个,身体有没有什么这个状况,还有婚姻的事情。 你的血液有点问题,小弟,血液。 你自己有感觉吗?天天浑身累,胖不起来。 会胖,真的是胖不起来,就是吃什么都胖不起来。 看见吗? 吃多少也胖不起来。 小弟,你知道吗?第一,你缺铁。 那怎么补这个? 你可以到医生这里验个血,他会告诉你血液当中缺什么,你就补什么,靠自己补没有用的。 明白吗?第一,第二呢,你的血液素不好,你的内分泌严重失调,你晚上想的太多了,睡觉之前不停的想这个想那个。 听得懂了吗?小弟。 台长说的对。 不能这样。 台长教你一个方法,睡觉之前,比方说你想不通的事情,很难过的事情,会影响你睡觉的事情。 你就拿张纸,拿张纸之后呢,你把想不通的事情全部写下来。 小弟,听得懂了吗?写下来之后,好,明天我继续想,继续去做,现在睡觉。 记住一句话,这样睡眠改变,人的生物中改变,你的脑子的脑细胞循环就会好。 你现在的脑细胞,我看你整个都是迟钝的,所以你现在有没有人家讲你记性不好,反应很慢,有没有啊? 台长是有的,就是说我的这个,说话比较慢。 所以你念心经二十一遍,大悲咒二十一遍,会明显改善,而且要多晒太阳,背要多晒太阳,你阳气缺少,阳气很少。 好吗? 谢谢,谢谢台长。台长,这边想问一下我的鼠虎是什么颜色? 你的老虎是吧?几几年呢? 八六年。 八六年的老虎。偏,偏深色的。 你这个老虎是一直在深山老林里不出来的。所以你这个人喜欢待在家里。 是,喜欢待在家里。 明白了吗?人挺好的,很善良。所以呢,我看你呢,以后谈恋爱,这个网上谈恋爱的事,不是太保险,最好托人介绍。 或者呢,你念经之后呢,以后会有佛友啊。佛友,我们很多小女孩,长得很漂亮,良性很好。 你好好找一个,不要乱找了。网上这种你都不知道他是谁,有一个人网上跟人家谈了半天,是个男的。 好,多谢台长。 这边想问一个王人,他的名字叫做钟金汉,是这个钟表的钟,北京的金,汉族的汉,他是在2009年过世的。 男的女的啊? 男的。 哦,年纪都不大啊,钟金汉。 是不大,是我舅舅他。 看上去还蛮精神的,你没给他念过小房子吧? 我还没有学佛。 所以他不是太好,他拼命想到阿修罗道,但是呢,他现在是在人道,就是在,就是白天可以在人道里飞啊,魂啊,但是晚上他必须要到地府去报道。 就是你爸爸,我看,我好像看下你父亲啊,是你父亲吗? 是我的舅舅。 舅舅是吧? 对。 长得跟你很像,他有胡子,他有胡子的,胡子蛮多的。 你赶快帮他超度吧? 是要念多少小房子? 很多。 你如果真的想帮他超度,六十八章,念完之后,他离开这个地府,要到天上去,阿修罗道去的时候呢,我会,我会让他托个梦给你,到你梦里来看你的。 好吧? 好的,谢谢台长。 你给他念吧。 谢谢台长。 有点好。 谢谢观看